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闪耀在那个将星璀璨的时代 在众多的三国名将之中 关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从一介不一到汉寿亭侯 这位生于乱世的武圣留下了千里走丹旗 水淹七军等为后世传颂的不朽传奇 也成为诸多怀揣家国理想 渴望建功立业之人所膜拜的对象 一心恢复河山的南宋诗人陆游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在陆游的心中 一泊云天勇武过人的关云长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这位威震华夏的名将 又有着哪些令人难以企及的功绩呢 以诗心感悟历史 以历史解读诗词 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 作客百家讲坛 带您一起走进那段错综复杂 而又惊心动魄的魏晋南北朝 敬请收看诗说魏晋南北朝第七集 人间肖讲看关语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赏诗歌 看历史 诗说中国史 我们继续诗说魏晋南北朝 今天呢 先和大家分享一首陆游的史 这首诗的题目叫《读史》 但是陆游啊 不是写了这一首 这个《读史》是个系列 一共有十几首 陆游通过解读历史上 形形色色的人物啊 现象啊 事件呢 从中表达了陆游对历史的个人思考 那陆游在这首诗当中呢 提到了三国时期 想当当 四元大将 严良文筹 官宇张飞 那我们都知道 三国时期 这是英雄扎堆的时期 出现了一些捆绑式人物 比方说 黄泉法政 吕蒙 陆逊 马超 赵云 张辽 徐晃 那这些组合 有啥特点呢 通常这两个人物 既有个性 又有共性 那陆游在这首诗当中提到的这四位 严良文筹 官宇张飞 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标签 就是 这四个人都以勇猛著称 那同样是以勇猛著称 陆游是咋评价的呀 陆游说 严良文筹之何以 官宇张飞死可上 意思是说呢 像严良文筹那些人 他们即使被载入实册了 后人知道他们了 了解他们了 记住他们了 但是那又有啥意思 有啥价值呢 倒是官宇张飞离去 实在令人伤痛不已 等世人间好消架 泰山命笔一毫忙 等世就是都是 这两句意思是说 官宇张飞纵马驰骋 他们是骁勇善战的大将 有了这样骁勇善战的大将 就连五月之首的泰山 和他们相提并论 都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严良文筹 官宇张飞 这四个人武力值都很高 但是陆游的情感出现了倾斜 他把严良文筹压得特别低 他把官宇张飞举得特别高 那陆游为啥如此偏爱官宇张飞呢 如果从时代去挖掘背后的原因 那我们都知道 陆游生活在哪个时期 陆游是南宋大诗人 南宋的时候以蜀汉为尊 这就决定了陆游的文化立场 按理说 那严良文筹 也是河北一等一的名将 三国志中说 严良文筹永贯三进 可是严良文筹 那是谁的病啊 他们效力于袁绍会下 他们带着袁绍的王牌部队 在袁绍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 严良文筹同位将领翘楚 在关渡之战 袁绍就把严良文筹 作为首发大将 那关宇张飞是为谁服务的呀 关宇张飞是蜀汉刘备集团的 门面担当 尽管历史上 没有青牛白马桃源建议 但是刘关张兄弟三人 寝责同床恩若兄弟 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 而且呀 要说严良文筹厉害 关宇张飞更厉害 三国志咋写的呢 三国志写道 关宇张飞 皆称万人之敌 为士虎臣 大家想 万人敌 虎将 这绝对是武将中的天花板了 虽然历史上没有武虎上将 但是刘备曾经封过四将军 四将军 有点类似四大金刚的意思 包括前 前 后 左右 四将军 在这四将军当中呢 关宇是前将军 张飞是右将军 那以上 我们知道 严良文筹 关宇张飞 同样都是实力派 但是 由于陆游 尊蜀汉 尊刘备 所以陆游 站到了关宇张飞这一点 那如果我们再从个人角度 去考察一下原因呢 我们要提起南宋爱国诗人 第一个想到的 第一个不能绕开的 肯定就是陆游 陆游有句诗非常有名 叫做 为卑为感 忘忧国 啥意思呢 为啥叫为卑 因为陆游 他这个官呢 不仅是个文官 还是个小官 但是陆游 未敢忘忧国 我们知道 陆游是一个长寿世人 活了八十多岁 陆游一生 经过六个皇帝 他老人家一辈子 只见记一件事 北伐 可以说 陆游终其一生 都在喊北伐 嘴上喊 笔下喊 心里喊 直到临终的时候 陆游最大的遗嘱就是 王师被定 中元日 佳继无望 告乃梦 所以陆游在这首诗当中 之所以如此地看重 关于张飞 那我们就明白了 在南宋那样一个 宋金对质 筛合破碎的时代 陆游在诗中 是借着关于张飞 来抒发自己 恢复中原的 报国制 和英雄情 接下来 我们重点 聊关于 我敢说 在大众心里 关于绝对神一般的存在 比方说 关于地道 讲究 关于威猛 厉害 而且呀 关于还有一大堆的称呼 你看 关公 关帝 关财神 关二爷 关夫子 关圣人 哪一个称呼 不是高大上 这是因为 在历史上 关于的形象 经过了一个漫长的 历史验尽过程 其实 历史上 真实的关于 真的没有他那匹 追风赤土马 也没有那把 八十二斤尘的 青龙眼月刀 更没有 温九斩化雄 过五官 斩六将 这些顶级传奇 不过呀 关于这个人 胆特大 他的大无畏 绝不是虚的 三国志 给我们 记了一件事 说有一回呢 这个关于 被乱箭射中 射中了右臂 后来呢 这个伤口痊愈了 但是落下了病根 一到阴雨天呢 这骨头就疼 有个医生 就对关于说了 说你这是啊 箭头的毒 已经深入骨髓了 你必须把这 骨头上的毒 刮出去 你这病 才能去根 关于把胳膊 就伸出去了 这医生 可真不含蓄呀 他拿出一把箭头 嗖嗖嗖 把皮就挑开了 然后刷刷刷 就挖到骨头了 接着 就开刮 不一会儿 盘子里的血 呼呼呼 就溢出来了 我一讲到这个细节 听得人老问我 说你咋还刺牙铃嘴的呢 人家也没刮你 你疼啊 我说 有一种疼 叫 我一心子就疼 那人家关于啥样呢 关于用另一只兽 和诸位将领 一边吃烧烤 一边喝小酒 该说说 该笑笑 这就给后世 留下一个成语 刮骨疗毒 我们说 仅凭关于的痛点这么高 都足以面压 一众人的 但是 刮骨疗毒 在关于整个生亭当中 至多能拿一个出镜匠 背后世 无数人追思 背后是无数人大爱的关于 他的成名作 代表作 又是啥呢 等是人间好 肖将 泰山宁比 一毫忙 在路由渴望建功立业 收复山河的心中 骁勇善战的名将 纵使是名山大川 也难以相比 而关于在他的心中 便是这样神一般的存在 那么真正令关于在史书中 威震滑下的 究竟是哪一场战役 一代武圣在走向巅峰之时 又埋下了怎样的隐忧呢 在历史上 真正让万人敌关于 扬名立万的 是一场大战 这场大战叫做 襄凡之战 这里的襄 指的是襄阳 凡 指的是凡城 襄凡之战 在历史上又叫 关于被罚 那关于被罚是罚谁呀 当然是罚曹魏 罚曹操 那曹操那边当时是啥情况呢 当时 凡城的守军特别少 所以曹操呢 就派出了两支增援的援军 这两支援军的主将 一个叫于晋 一个叫庞德 接下来我们说说于晋和庞德 于晋和庞德 在七月份的时候 就陆续来到凡城 他们驻扎在了凡城一北 在这个地方 他们和关于 对峙了一个多月 但是双方的军事行动 并没有太大进展 可是一旦进了八月份 这下就坏了 老天爷发脾气了 连将十几天特大暴雨 汗水 暴涨 泛滥成灾 而庞德 于晋他们 就驻扎在平地之上 这大营全被淹了 你想跑都没地方跑 于晋这边呢 一共有三万多人 七支军队 说到这儿 熟悉三国的朋友 肯定听出门道了 这就是三国演义里 著名的观云场 水淹齐军 那水淹齐军 到底和关于 有没有关系 有人说 于晋的七支大军 全被淹了 这是于晋倒霉呀 和关于一毛钱 关系也没有 我是怎么看的呢 关于在荆州这个地方 生活时间很长 他对这儿的地理呀 气候啊 水文呢 非常在行 所以这大水一来 关于迅速派出水军 把敌人就围起来了 所以水淹齐军 虽然倒也不是 关于什么奇迹 妙迹 但是关于 确实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要说草卫大将于晋 那也不是邓贤之辈 大家翻翻于晋的履历表 此人也是身经百战 履历战功 这个于晋 咋样了呢 作为一个自身将领 最后不是被围起来了吗 啥招没有 投降了 一代名将 万劫不报 那说过了于晋 不是还有庞德吗 庞德哪去了 关于一边派人打捞曹军 一边展开搜捕行动 很快他们发现了庞德 庞德正在堤坝上避水呢 可是庞德身边的人 已经不多了 这个时候 关于的士兵一边呐喊 一边就向堤坝放箭 庞德也是一条硬汉 庞德毫不示弱 披甲持弓 百发百中 这场艰苦的对抗 从天亮一直持续到了午后 关于这边是越战越勇 庞德那边不行了 庞德那边剑都舍美了 到了最后 和庞德一起死战的 只剩下可怜的三个人 这几个人强行突围 他们跳上了一艘小船 可是糟了 一个大浪翻了过来 这小船翻了 庞德狼狈落水 很快被抓 后来被战 以上就是相反之战的第一阶段 我们说 关于就是关于 一出手就震惊四座 于尽被俘 庞德被战 可是呢 难道扶一个杀一个 就值得拿出来筛筛吗 我们之所以说相反之战 这一战打得漂亮 不仅在于扶了一郡 斩了庞德 还在于 当时的关于 迅速爆红 一大帮人 开始追他了 很多人 看好他 跟随他 归降他 黄河以南 处处倒戈 和关于 遥相互应 这势头 把曹操都整紧张了 大家想 相反之战这一年 曹操都六十五了 你说人家老曹 是不是曾经沧海 啥场面没见过 可是曹操呢 翻嘀咕了 心里打鼓了 他和群臣们商量 说这个关于 能不能杀不住车啊 这一旦 攻进咱们的心脏 可完了 不行的话 咱们得避避 他的锋芒 必须及早 做好迁都的打算 大家说 关于这一战 打得多横 多张烈 史书当中 把关于的这一战 概括为 关于 秦于晋 斩庞德 威震滑下 在我们的脑海里 当时的关于 你就说 那个气场 得有多燃 得有多萨 相反之战的 上半场 可以说 把万人敌 关于 举上了 人生的巅峰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 大英雄 大英雄关于 很快就泄幕了 为啥呀 因为东吴孙权那边 把手伸过来了 关于现在 不是出兵在外吗 那关于的精主 不是后方空虚吗 所以 东吴就打算 趁这个空档 去端 关于的老窝 可是啊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关于 也是有警惕性的呀 他留守了大量兵力 在家看家 那现在 关于留看家人了 关于大后方的大门 就不易踢开 可是 对于东吴来讲 有条件 要踢开 没条件 创造条件 也要踢开 踢不开怎么办 他们就千方百计 想办法骗开 怎么骗呢 相反的一场大雨 击溃了曹魏的七路大军 成就了关于的 不是威名 一时间 关于大军兵封 直指中原大地 此时的美然宫 与路由的那句 泰山宁比一毫芒 别无二致 然而 也就是在关于 最为巅峰的时候 一只出人意料的骑兵 却让这位武圣 走向了覆面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变故 令彼时天下无敌的关于 兵败身死的呢 就在关于相反之战 最有存在感 最有获得感的时候 东吴派出了两个跨界演员 这两个演员 演了两出戏 专等关于中招 这俩演员是谁呢 有首诗写到了他们 寝席更悲 即在同 不知贤得 放龙中 吕蒙陆逊 成奸贼 萧未孙登 作富翁 我们看第三句 吕蒙陆逊 成奸贼 诗人点名的 吕蒙陆逊 也是我们要点名的 这两个演员 诗人在诗中 直指他们是奸贼 而且吕蒙陆逊 成奸贼 这两个奸贼当的 真是够称职 一点水分都没有 那为啥说 吕蒙陆逊是奸贼呢 那我们得先说说 他俩都干了啥 第一位演员 吕蒙 主要角色 装病人 要说吕蒙装病人 真的是再恰当不过了 因为吕蒙啊 本来身体就不咋地 正好借机造尸 那既然是装病人 就得装得严重点 装得邪乎点 尤其要广而告知 必须得让关羽知道啊 所以吕蒙就假装卸任 回家养病去了 我们说 这光有痘痘的不行啊 还得有捧痘的吧 那吕蒙卸任了 吕蒙不干了 谁叮杠啊 第二位演员就出现了 第二位演员 陆迅 陆迅给关羽写了一封信 在信里就说 我陆迅如何如何 少不更吃 我陆迅如何如何 青涩懵懂 我陆迅如何如何 坐井观天 然后接着又说 哎呀 关公 这关大将军 要多牛又多牛 书信的结尾呢 按照惯例 主要表表态 说我陆迅 作为小资本 以后啊 我要对关将军 如何如何 尽忠效力 哎呀 整个这封信 全是拜年课 而且言辞 谦卑到了尘埃力 让关羽 彻底放下了戒备之心 关羽怎么样啊 他把后方的兵力 就一波一波 调到前线了 这一下 后方是真的空虚了 这就让第一位演员 吕蒙 钻了孔子 在历史上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叫白衣渡江 这个故事的总策划 就是吕蒙 靠谱点说 这不是故事 这是个事故 因为关羽不知道 白衣渡江 这里的白衣 并不是白色的衣服 它就指的是 布衣 汉末的白衣 和我们今天说的布衣 基本是同一概念 那为啥要穿着白衣呢 为啥要穿着布衣呢 因为布衣 这是我们老百姓的衣服啊 你身穿老百姓的变装 你最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最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吕蒙呢 就让所有人 穿上老百姓的变装 然后呢 把他的战船 改成商船 让将士们都躲进船舱里 日夜兼程 去偷袭 关羽的大后方 那渡江成功了吗 吕蒙成功渡江 渡江之后 先后占领了 荆州三郡 包括南郡 武陵郡 零零郡 那这个时候 关羽干啥呢 关羽正在前方 和曹军苦战血拼 关羽哪里知道 自己的金种 这个时候正一步一步 落进人家东吴的口袋里 要说吕蒙这个人 真是了不起 吕蒙 在俘虏了关羽 和其他将士们的家属之后 立即开展了 收买人心的工作 而且吕蒙还走街串巷 大搞送温暖活动 这让大伙觉得 敌国的吕蒙 真是一个有爱的吕蒙啊 大家看 谁家的病人 这么有惊奇事 你看 吕蒙这一路 该收的收 该降的降 要攻心能攻心 要动手能动手 大动作 加上小动作 弄了一个盆满 拨满 这样的演员 上哪儿找去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再说说这句诗 吕蒙陆逊 成奸贼 主要就与这场 相反大战有关 那吕蒙陆逊 到底是不是奸贼呢 我们都知道 东吴有四大都督 前有周瑜 陆宿 后有 吕蒙陆逊 大家看 吕蒙陆逊 这俩演员 在四大都督当中 占了俩名恶 所以客观而论 这吕蒙陆逊 倒也不是什么奸贼 甚至很了不起 比方说吕蒙吧 吕蒙 在孙权的开导下 后来多读书 勤思考 经常忙里偷闲 给自己充电 后来成长为 三国时期 著名的军事学霸 诗别三日 刮目相看 说的就是吕蒙 那诗人 怎么这么诋毁人家呢 我们得知道 这首诗的作者是谁 这首诗的作者是 陈朴和陆游一样 也是生活在南宋 所以陈朴和陆游一样 也是以蜀汉为尊 所以陈朴和陆游一样 也是自带一种 个人倾向和历史眼光 由于陈朴 大爱关羽 所以呢 对关羽的敌人 如果不用奸贼 这两个字 似乎就不足以 表达这种大恨 所以呢 吕蒙 陆逊 成奸贼 着实对他们下笔 有点恨了 随着吕蒙和陆逊 一起精心策划的白衣不江 一代武圣关羽 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根据地 荆州 面对曹操孙权 两家的合力攻击 关羽的溃败 也就成为了时间问题 那么 相反之战后 三足鼎立的局面 又会走向何方 我们说过了以上这些 大伙心里 是不是产生无穷个问号 这吕蒙 陆逊两个大奸贼 挖了这么大俩大坑 这关羽 怎么扑通一下 就跳进去了呢 我要说 历史上真实的关羽 一样能打 一样忠义 一样耐受度强 但是关羽 有个致命伤 这个伤在哪呢 性格不好 啥性格呢 三国志中说 关羽 刚而自今 这四个字啥意思 很多人都是这么解释的 说关羽这个人啊 刚愎自用 骄傲自大 没错 关羽很骄傲 关羽骄傲的饱和度 还很高呢 但是 刚而自今 这个刚 仅仅是刚臂吗 我觉得 如果仅仅是刚臂 那和后边的字机 不是一个意思吗 所以 我觉得 这里的刚 还应该包含 刚梦啊 刚礼 刚直啊 这些海译 尤其是 刚直 为啥这么说呢 我们还拿 吕蒙 陆逊 来举例子 我们先说吕蒙 吕蒙到达南郡的时候 当时南郡 有两个看家人 我们姑且称之为 A和B 那吕蒙派人 一番游说 AB两人双双投降 为啥这么不费 吹灰之力 史书上说呀 AB 这是 关羽的两个下属 因为关羽出兵在外 这两个人呢 因为物资供应 出现过问题 关羽就撂下了一句狠话 说你们给我等着 等我回来 看我咋熟试你们 这俩人又害怕又憋气 你说关羽这话说的 是不是有点丑 那不仅有点丑 是不是说过了头 不是说 做事留意线 日后好相见吗 所以呀 这个AB两个人 吕蒙来了 他俩没有太多纠结 齐刷刷 倒向吕蒙 我们再说陆逊 陆逊之所以 能把关羽搞定 就在于陆逊 一封信 让关羽飘起来了 那大家想 关羽为啥能飘起来 你看陆逊 这一顿捧 这一顿忽悠 关羽很舒服啊 关羽很吃这套啊 所以很多人说 这说明关羽这个人 喜欢赞美 我觉得 不仅仅说明 关羽喜欢赞美 还说明啥 说明关羽这个人 诚服不深呢 诚服深的人 不是一眼就看穿了吗 那说来说去 关羽是个傻性格的人 直肠子 暴脾气 这降劲一上来 五头牛拉不住 而且这种人 说话特别冲 对于关羽呢 我一直感觉 你很适合和他处哥们 你要是对关羽 十个够意思 关羽 一百个对你够意思 那吕蒙陆勋 之所以装成功了 就是因为 他们抓住了 关羽性格的短板 刚而至今的关羽 他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 他忽略了啥 战争是残酷的 言良文臭 知何意 关羽账费 死可上 那一代巨星关羽 是怎样陨落的呢 要提起相反之战 我们不得不说 这是关羽一生 最重最重的重头戏 我们也不得不说 这是关羽一生 最悲最悲的悲情戏 据记载 说关羽呀 刚刚去打凡城的时候 关羽做了个梦 这个梦挺不好 原文是 梦珠灭其足 他梦见有头猪 咬他的脚 请问 此时 关羽的心理阴影面积 有多大 关羽感到一种 极大的不想 他把这个梦啊 就跟他儿子说了 而且呀 关羽说的时候 非常赶上 他说我今年呢 真是衰老了 真不行了 这一年老关都快六十了 我们说 人在年少和年老的时候 面对同一件事情 反应是不一样的 心情是不一样的 那现实又怎样呢 我要告诉大家 现实比梦境还要可怕 要说关羽 这次大战 真是跌宕起伏 关羽在八月份 秦于晋 斩庞德之后 十月份 就被曹军战败 紧接着 关羽就开始了 他的逃亡之旅 可是往哪儿逃呢 关羽 前方实力 后方失守 再一回头 关羽已是 无家可归 关羽为啥无家可归了 别忘了东吴 那两个演员呢 吕蒙陆逊 相互配合 切断了关羽的退路 关羽 带着他的人马 向迈城奔去 迈城 这是关羽 人生的最后一战 在这里 关羽见到了 他最不想见到的人 因为东吴 劝祥的使者 在此瞪候 关羽能投降吗 关羽肯定不能投降啊 可是不投降 肯定出不去呀 于是关羽 就做个样子 来个假投降 找个机会 关羽就跑了 可是 当关羽 跑到张巷的时候 关羽 再也跑不动了 关羽 再也跑不过去了 因为东吴的追兵 把他截住了 关羽被抓 后来 得战 这就是后人 常常提起的 关羽 败走 卖城 我们算算 关羽从秦于晋 展庞德 再到丢荆州 走卖城 前后 仅仅两个月 作战形势 一日千里 关羽的败望 实在太过突兀了 相反之战 就这样聚中了 大伙知道 这场战役的代价 有多大吗 第一 关羽死了 我们说 能打能杀 忠义两全的 关羽死了 这给后世 留下了太多的痛 试想一下 假如关羽在 孙曹两家 谁不忌惮三分 第二 荆州丢了 荆州和义州 这是蜀汉的命根子啊 荆州丢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 可以说 他直接引发了 后来蜀汉的趋势 甚至断送了 蜀汉的未来 第三 孙刘联盟 解体了 我们直到 赤壁之战的时候 孙刘两家 是合伙人 这场相反之战 孙曹两家 又同盟了 靠着这场大战 所谓的孙刘联盟 彻底撕碎 炎梁文筹 知何意 关羽张飞 死可上 等是人间 好消将 泰山宁比 易豪忙 关羽战死了 痛失兄弟的刘备 豁出去了 他悍然展开了一场 对东吴的大战 这场大战 可以说是 相反之大的 连锁反应 后续反应 那刘备 这次要打孙权 他能赢吗 这就得看孙权的了 请终下集 谢谢大家